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编织它的一个织片部分 左手持线 将线在我们的一个中指上绕一圈 接着勾针穿入线圈 将线带出 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我们起立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起始线圈入针 勾两个长针未完成针 这里我们两个起立针的锁针是算作一个长针的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勾针上的三个线圈 这个就是三个长针的枣形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勾针绕线 在起始线圈入针 勾三个长针未完成针 接着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勾针上四个线圈 接着再勾两个锁针 接着我们就按照这种枣形针的一个编织方法 给它重复编织 总共是编织八个枣形针 八个枣形针编织完成之后 收紧线圈 接着我们引拔在第一个枣形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勾一个锁针 断线 这样我们第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换线编织第二圈 勾针从我们引拔的这个锁针动眼入针 也就是我们两个枣形针中间的这个锁针动眼里面入针 我们先来勾织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这个两个锁针的话我们是不算做一个长针的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锁针动眼里面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下一个锁针动眼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继续按照这种三个长针一个锁针的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总共是编织八组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我们勾一个锁针断线 这样我们第二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三圈 我们换蓝色的线将线在我们的锁针动眼入针 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我们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这里我们两个锁针的起立针也是不算做一个长针的 接着勾针绕线 在同一个位置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勾织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接着勾针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针目入针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下一个锁针动眼勾织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样的一个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 我们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是在第一个针目上面入针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勾一个锁针 断线 这样我们第三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四圈 我们画黄色的线 勾针从我们引拔的这个锁针动眼入针 将线带出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这里我们两个锁针的起立针 不算做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从同一个位置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 也就是我们转角位置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三个锁针动眼 为一组的一个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四组 我们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勾一个锁针 断线 这样我们第四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五圈 勾针从我们引拔的这个锁针动眼入针将线 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起立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在同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就按照这种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的编织规律 再重复编织两个锁针动眼 两个锁针动眼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编织到这个转角的锁针动眼的时候 勾针绕线在锁针动眼入针 勾织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 一二三四四个锁针动眼 为一组的规律给它重复编织 我们在编织到第五圈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织片是不需要连接的 就是直接给它把第五圈编织完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编织第二个织片的时候 是需要和我们第一个织片进行连接的 我们编织到最后这一个编的时候 然后开始连接我们第一个织片 然后我们在转角位置先勾一组三个长针 接着再勾一个锁针 这个位置原本我们是需要勾制两个锁针的 那么我们在勾第二个锁针的时候是直接连接我们的一个花片 在中间这个位置入针 引拔也就是完成了一个锁针 一个锁针两个锁针 然后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还是在这个锁针动眼里面入针 勾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该勾锁针的时候 直接是连接第一个花片的第二个锁针动眼 也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入针 引拔也就是完成了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勾制三个长针 接着连接我们第一个织片的下一个锁针动眼 接着再继续编织 然后我们勾制到这个转角位置的时候 然后接着勾针绕线 再转角位置入针勾三个长针 接着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然后再第一个织片的转角位置入针引拔 然后接着勾针绕线 还是在这个锁针动眼里面入针 勾制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接着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方 接着再勾一个锁针 断线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好 并把背面的多余线头剪掉 我们线头修剪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按照同样的一个连接方式 再给它连接三片 总共是连接五片 五个支片连接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编织第六个支片的时候 还是在剩余一侧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连接 连接的时候我们直接是连接这一侧 然后也就是这个位置给它连接在一起 然后连接方法的话和我们这边的一个连接都是相同的 就不再做演示了 大家按照前面的一个方法给它连接完成 第六个支片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在编织第七个支片的时候 是预留两侧 也就是这个边和这个边 两边 我们勾制到这个角的时候 是勾制三个长针一个锁针 然后接着我们是直接和这个支片是连接在一起 然后直接在这个角落这里连接 我们先来连接这个边 然后连接方法和这边是相同的 我们这一次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连接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它的一个连接入针方式的话 是在这个动员里面 在这个动员里面入针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还是在这个锁针动员里面入针 勾制三个长针 然后接着开始连接我们这个支片 开始连接我们这个支片 然后就按照跟这边的一个连接方式相同 然后直接对应着我们每一个锁针动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第七个支片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第八个 九个十个 它的一个连接方式和我们第七个支片是相同的 大家按照第七个支片的一个连接方式 把剩余的三个支片给它编织完成 我们第十个花片编织连接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十一个花片 我们十一个花片在编织第五圈的时候 只编织这一侧 也就是我们在编织这一边的第一个转角位置的时候 就开始连接我们的支片 我们连接的时候是连接在我们这里 我们是对着我们中间的这个支片 是对着这里 然后这边是对着这里 然后我给大家用记号扣标记一下 它是这样子连接的 然后也就是我们顶部的这样一个支片进行连接的 然后我们连接方式的话 和我们这个第七片的一个连接方式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它在这里是连接了三个 边 转角位置的话是连接在我们这个缝隙里面 然后其他位置的话都是正常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一个演示了 第十一个支片连接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连接第十二个支片 第十二个支片的话是连接在我们第十一个支片的下方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连接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勾置第十二个支片的时候 然后我们只勾置一边的这里直接跟我们边上的这个支片连接 也就是我们的第六个支片也就是这个支片进行连接 然后连接的时候是按照这种方式连接的给大家用七二扣标记出来 我们第十二个支片的连接方式就是这样子的 和我们之前连接的方法是相同的 按照这种位置的连接给它连接完成 第十二个支片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帽子的主体就连接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它底部的一个边 也就是从这一侧 然后正面朝外 然后从这边开始 第一个锁针动眼里面这个位置 我们勾针从这个锁针动眼入针 将线带出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锁针动眼里面入针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接着勾针从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勾 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后面继续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的一个编织方式 给它重复编织 然后一直编织到我们这个锁针动眼 我们勾针到转角位置前面这个锁针动眼之后 接着我们来连接它的一个连接处的这个位置 这里是有两个锁针动眼的 我们勾针绕线 现在第一个锁针动眼入针 勾针两个长针 然后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 勾针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继续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 勾针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后面我们接着继续在锁针动眼里面勾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勾针到临接处位置的时候 在这两个锁针动眼里面分别勾针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后面继续重复勾针 一直勾针到我们的另一端 我们勾针到另一端的最后一个转角位置的锁针动眼的时候 直接给它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底部的第一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继续编织第二排 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反转一下支片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第一个锁针动眼里面入针 也就是这个位置入针 勾一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动眼入针 也就是这个锁针动眼里面入针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入针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这里勾一个长针剪针 这个就是勾的一个长针剪针 接着我们勾针继续从下一个针目入针勾之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又遇到这样的一个锁针动眼 我们在锁针动眼里面入针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下一个针目入针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然后接着勾针 再一次性带出线圈 这个也是一个长针剪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 两个长针一个长针剪针 就是每遇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锁针动眼 就给它勾一个长针剪针的一个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一排 我们勾制到最后一个锁针动眼的时候 是直接勾一个长针剪针 接着我们来勾制二十个锁针 二十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再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起立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绕线 在倒数第三个里删除入针 然后依次勾制二十个长针 二十个长针编制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给它反转支片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第二排的第一个针目上面入针 然后依次对应针目不加不减 勾制长针一直勾制到我们的另一端 我们最后一针编制完成之后 我们底部勾编的第三排就编制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制第四排 勾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以次勾制长针 这里我们是勾制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延长区域的前一针 也就是这个针目 我们勾制到这个延长的这个带子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先来勾制两个长针 接着勾一个锁针 然后下面我们空一个针目 然后勾针绕线 再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制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再空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制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空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勾针继续绕线 空一个针目 再下一个针目入针 以此对应针目 勾制长针 第四排 第四排 最后一个根目入针每个针目入针目入针目青 最后一个长针刺 means 完成之后 我们第五排就并 син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给它连接我们的一个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 再进行勾邊 这个 勾边的话我们是勾支短针 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 从我们的一个长针立柱上面勾织两个短针 侧面的长针立柱我们都是勾织两个短针 遇到它的一个针目的话我们就对应针目勾织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针 就是我们一圈结束后是在我们这个第一针上面进行引拔的 我们长针立柱这一块给它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对应它的一个枝片的针目进行编织 画片勾边的话我们在转角的这个锁针动眼位置 我们勾一个短针未完成针 然后在下一针勾一个短针未完成针 然后接着以次性带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短针减针 接着再勾两个短针 然后接着在锁针动眼里面再入针勾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两个短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两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 两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的一个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 遇到我们两个花片连接的转角位置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勾织两个短针 然后这个动眼和这个动眼合在一起勾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接着从这个针目然后开始入针 然后勾织两个短针然后再勾织短针减针 就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它重复编织 一直勾织到我们这边花片结束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勾织到最后一组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勾织了两个短针 然后在这个结束的这个转角的锁针动眼里面 我们是勾一个短针为完成针 接着在下一个立柱上面勾一个短针为完成针 然后再勾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接着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个长针立柱上面勾一个勾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这里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开始编织这个延长部分 延长部分的话我们是在这个连接处的这里 然后我们入针勾一个短针 未完成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面 再勾一个短针为完成针 然后勾一个剪针 然后给它这个角这里 然后做出这种平行的这种状态 然后接着我们勾针 再从下一个针目入针 依此对应针目勾织短针 勾织到一个转角位置的时候 我们勾织到这个转角位置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它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我们转角位置的话是给它勾织两个短针 然后其他位置正常的去勾织就可以了 最后一针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是引拔在我们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对应针目不加不减 勾一圈短针 这里我们遇到转角位置的时候 同样是勾织两个短针 也就是在我们尖角的正上方的一个针目里面 是勾织两个短针 其他位置都是对应针目进行编织的 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演示了 大家按照这种编织方法给它重复编织就可以了 最后一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是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我们勾一个锁针 由断线 断线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好 并剪去多余的线头 我们线头修剪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帽子就编织完成了 我们在这一侧的话给它缝合一个扣子